两位B球选手在四面环绕强化玻璃的场地轮流挥拍打小白球 你来我往厮杀激烈 这是在新北市登场的亚洲B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冠军战 由亚洲传统强权印度交手马来西亚 吸引不少内行球迷到场观赛 B球结合了网球的落地击球动作 还有羽毛球的扣杀 还有空中击球动作 B球运动是非常注重智慧 速度兼乐趣的适合室内运动 而且不分男女老少 B球在十九世纪初发源于英国 结合网球和羽球的乐趣与刺激度 向来有室内运动之王称号 传入台湾也有二十年的时间 二零零六年台湾就曾经举办亚洲锦标赛 现在睽違十年再度担任地主国 中华队男子女子团体分头出击 尽管都没能闯进八强 高强度赛事经验还是刺激选手成长 像去年的东亚运 我们就获得了第二名的个人赛 黄振尧选手 美男选手 目前我们实力大概在亚洲地区 大概属于还算是第二级水准 那世界呢 在世界来讲 英国 法国 埃及属于最强的国家 近年来越来越多运动中心都设有B球场 民众参与逐渐普及 也期待在广度加深的同时 选手在国际舞台的表现也越来越进步 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导 以上